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是讲华语很压力 其实不会啦 我觉得你OK啊 老远都现在都知道要找我拍戏一定要福建 我没有福建 我不会接我会 可能福建对你来讲是比较发挥的放一点 那我自己可以加原加醋 你叫我说你去哪里我可以 你去哪里我可以自己可以加一下 比较不一样 比较生动啦 你会觉得 比较自然啦 都给自己挑战嘛 你华语先生说的没问题啊 现在是没有人啊 大哥 不会啊 你刚才都说 这个节目不错好像在咖啡座这样聊天 没有压力对不对 没有压力 本来不要来 因为我听说要讲华语 我说华语不行 现在华语就是你们的录音是三个 可以啊 这样你看都很自然的 没有观众 现在没有人看到我 什么东西都要跨出第一步了 我也有在生活中也碰过一些 我想那个齐先生一定在听节目 你等一下问他说你假的好不好 好 现在如何 待会儿先问他 给你评几分 对 他蛮支持我 先问管大妈评几分 他刚才跟我讲 send 一个 message 给我 在路上在空中报他的名 他给我一百块 哦 这样啊 我们报了很多次 整个家书都吃饭 非常高兴啊 这一次能来到九五八 因为可以聊聊天啊 先试一下啊 而且管大妈还有私家在这边 宣传一下我自己的 十月三号演唱会 希望观众可以支持本地 恭喜你啊 反应真好 最重要的是 刚才你一针见血 也就是说很多本地的人 还不接受本地的歌台的意思 是 对 哦 希望 希望这一场演唱会 是不是因为 呃 呃 允许我大胆的提一句 可能有些人就对歌台有那么一个印象 就是说歌台就是讲一些黄色相对 之类的 所以有的人很排斥 连以前的歌台歌手都是穿得很暴露 对 现在没有了 大哥 所以我刚才提到了 如果你有车经过歌台 你下来看那个半个小时 所以刚才就提到 我觉得应该提倡往健康的方向走 是 嗯 歌曲选择方面也 而且现在歌台的歌手 每一位 几乎每一位现在新的歌手 受的交易蛮高 全部有玻璃啊 中士 嗯 以前我那一代还是停在小学程度 中学程度最高 嗯 现在每个连大学生都有出来唱歌台 嗯 蛮多大学生出来唱歌台 有的 还有碰到还有一个 玻璃不读 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出来歌台评唱歌 哦是啊 也有啊 有评唱 这种是特别热爱音乐的 对 甚至是创作型的 哪一把吉他自己唱歌的 对啊 是 我相信本地不乏这样的人才 很多啦 只是因为 但是讲来讲去 歌台有今天这样蓬勃 要谢谢一个人 我讲的 嗯 全新加坡的歌台 如果现在有在收听的好朋友 嗯 你不认为 但是这个是我个人意见 你个人的意见 哦 要谢谢一个人就是陈子谦 哦 爸爸也有那一部戏 哦 非常谢谢他 哦 就是他把带动了整个 整个新加坡的市场 是 但是在他之前啊 也有歌台了啦 不要少 可是说他把 很多王爷的意思 他把这个 嗯 他的意思说 更专业化 让大家更深一层 有一个新一层的认识 对是是是 就是说现代新加坡的亚太 不是像以往这样子 对对对 他可以多姿多彩也很有多样化的 你看 单单一个歌台 我们七月中年会的歌台 一年差不多 哎 一个月有几百台 但是外流进入新加坡抢摊的人 太多了 对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台湾 香港 太多了 就好像当年七十年代歌台 哦 我们的歌台 学妹姐应该知道 那时候朱明明 他自己说为什么要跑到香港 因为太多港台艺人涌入了 是 这碗饭 对 很难吃 结果他就在香港 打出自己的天气 他闯出一个名堂啊 这个塞峰式嘛 对啊 艳直飞幅咧 你看现场如果是外国歌星来新加坡卖西里 他可以整箱整箱买 一箱两箱三箱四箱买 嗯 你看在本地人在歌台卖 多么可怜 是啊 真的很可怜 十片都卖到整身汗了 他们就是不支持很奇怪 我们接下来努力吧 好 好 今天时间关系就 谢谢 不客气 姐妹姐好 我今天左盼面又盼盼道 因为我每次听这个节目 我说我很想跟 光大妈在空中一起聊 我 谢谢你是家 时间不够了 我看你 姐姐好吗 还好还好 谢谢你 那今天谢谢王蕾 帮我们节目来 不不不不 这个是我荣幸蕾来到你们的节目吧 好期盼你这个 期盼你这个4月3号的演唱会 祝你演唱会成功 好 谢谢光大妈 下星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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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